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俄乌战争的沉闷 再加上以哈战争的突然爆发 让俄乌战争失去了关注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 11月初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承认 俄乌战争陷入了消耗战 这对乌克兰很不利 谈认为乌克兰需要关键的新军事能力和技术创新 以突破目前的僵局 目前俄乌双方都需要获得一些新的战绩 来振奋国内的情势 随着战争的持续和残酷性的升级 两国士兵的伤亡都快速增加 而经济也都面临持续恶化 不过毕竟俄国的体量更大 在没有继续动员的情况下 俄军依然拥有人力优势 通过各种手段继续为前线补充兵员 而且俄国也根本不在乎士兵的损失 同时俄罗斯军工业早已进入战时状态 再加上从其他国家获得的资源 炮弹供应方面 俄军明年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对乌克兰来说 除了继续动员之外 最主要的就是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 但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 并不想过多的给乌克兰提供援助 一方面是要优先解决美国自己南部边境问题和限制政府债务规模 另一方面则是认为拜登政府太慷慨了 美国不应该冲到前面去 作为地主的欧盟应该为战争承担更多的责任 11月乌军继续用导弹打击俄国的黑海舰队 刚刚服役的卡拉库特级巡防舰阿斯科尔德号 在克里米亚东岸的克制式造船厂被击中 损毁严重可能面临报废 卡拉库特级巡防舰是黑海舰队最新型的军舰 是搭载口径巡防导弹的作战舰艇之一 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 黑海舰队共损失了15艘军舰 包括前起舰莫斯科号巡洋舰 多艘登陆舰登陆艇 9月乌克兰部队用巡洋导弹 袭击了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布尔造船厂 重创了一艘登陆舰和一艘常规动力潜艇 面对乌军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快艇的攻击 黑海舰队不得不放弃母港塞瓦斯托布尔 将军舰转移到了黑海东部 位于俄国境内的港口 新罗西斯克和克里米亚东部港口 飞奥多西亚 俄军舰也很少越过克里米亚半岛的最南端 这样乌克兰将黑海上的前线 向东推进了至少100海里 还开辟了新的黑海临时粮食通道 北约也协助乌克兰清理航道上 俄军部下的水雷 自从8月份 乌克兰独自开通黑海临时走廊以来 有100多艘商船进出乌克兰的港口 乌克兰通过这条走廊已经出口谷物接近400万吨 在俄罗斯不签署黑海粮食协议之后 乌克兰还能够继续通过海运出口粮食 这样的结果恐怕谁都没能想到 乌克兰经过9个月的努力 已经在赫尔松地区的蒂涅伯河东岸 逐渐站稳脚跟 将俄军从沿岸地区击退3到8公里 现在蒂涅伯河东岸的俄军相当痛苦 不仅要面临乌克兰炮火的袭击 还不断遭到乌克兰地面部队的渗透和骚扰 有可能会后撤调整部署 目前俄军依然与乌军在扎波罗热 阿弗蒂夫卡和巴赫木特等地激战 还无力派后备队增援蒂涅伯河东岸 面对乌军的不断渗透 只能且战且退 俄军炮兵在赫尔松地区无法压制乌军的炮兵 只能轰炸赫尔松地区的民用设施泄愤 但这样无法改变俄军的不利局面 虽然在蒂涅伯河东岸立足点的乌军数量 可能不多 也没有什么重武器 却能够获得来自西岸的炮兵火力掩护 自身还携带了迫击炮 反弹个导弹 无人机等装备 俄军已经无力将这些乌军赶走 蒂涅伯河东岸沼泽遍布 这样的地貌不利于大部队和装甲部队的机动 这也是俄军没有派重兵在这里布防的原因 但随着天气变冷 一旦蒂涅伯河开始结兵 这里的地面也冻结时 乌军大部队就可以渡河发动大规模攻击 直接威胁克里米亚 在东北部和东部战线没有什么进展的情况下 今年10月以来 俄军的进攻重点变成了阿弗蒂夫卡 目前乌克兰在阿弗蒂夫卡形成了一个突出部 北面东面和南面都已经被俄军占领 俄军想要拿下这个地区 阿弗蒂夫卡是一座小城 距离顿涅兹克市不到20公里 自从2014年的顿巴斯战争开始以来 这个地区就成了俄乌双方争夺的焦点 乌克兰在这里构筑了大量的防御攻势 是整个顿涅兹克乌克兰防线的重心 亲俄顿巴斯民兵和俄军攻打这座城市 已经打了9年多了 但直到今天 阿弗蒂夫卡依然掌握在乌军手里 俄军一开始动员了八个旅 接近4万人发起阿弗蒂夫卡战役 当时驻守在这里的乌军兵力只有2.5万 俄军围攻阿弗蒂夫卡 但战果却令人大叠眼镜 阿弗蒂夫卡是俄乌开战以来 俄军损失最大的攻城战 打了一个多月 损失坦克超过600辆 士兵伤亡超过1万人 但仍然没有进城 乌军在阿弗蒂夫卡的防线前 布下了大量地雷 而俄军却不顾损失强行进攻 导致大量装甲车辆触雷 要么炸断履带动弹不得 成为乌军炮火的靶子 要么直接被炸毁 目前乌克兰在炮火上并不输俄军 不论是榴弹炮还是火箭炮 而且炮火的射程和精度都超过俄军 在无人机观察定位俄军之后 榴弹炮在远距离上精确攻击俄军的装甲部队 俄军因为政治压力 放弃了阵地防御转入攻坚战 这正是乌军希望的 这样可以大量杀伤和消耗俄军 我们可以看出 俄军因为新兵多装备差 进攻力很有限 虽然人数占优势 但进攻战术和作战方式还是很老套 导致损失大量的装备和人员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 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